在江西省井岡山市 西南部的湖爪平村 至今还流传着 席练武术的传统 在当地200多年的 传承中 仍将武术与武狮 武龙等民俗表演相融合 逐渐形成 井岡山全堂狮灯 井岡山全堂狮灯 俗称全堂狮子 是一种以少林洪家权为基础 其中武龙武师与武术相结合的一种 传统体育和民间表演艺术 林文辉是井岡山全堂狮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全堂狮灯的训练教学表演活动等都是由林文辉来组织安排的 在井岡山全堂狮灯的表演中 对武师表演的要求较高 不仅展现了熟练的武术套路 更重要的是表演过程中 有诸多规矩 武师表演之前 表演者分别向左右前三个方向行礼 配合脚步 画出哨子 意为狮子败祖 首先要败祖 败田地 败祖 败田地都要踩一个哨子 踩完以后就要踩一个红字 依次踩出哨子和红字 分别代表少林和红拳 以此动作开场 一方面表示对祖先的尊敬 另一方面也将自己的流派和起源 以示众人 中国民间的武师 有北师和南师之分 井岗山全堂诗灯 属于南师中的武师一派 以表演武术招式而闻名 也是远远流长的 奴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堂诗灯 它位置物叫诗灯 全堂有龙灯 武龙 武师 有武术 武术包括全术 棍术 对练 灯牌舞 所以全套 所以前面叫全堂 然后诗灯 有武龙 武师 就是当人首要诗 然后双人诗 灯有龙灯 三节龙 九节龙 然后这个灯还另外成意思 就是每年的正业初一 包括十五元宵节的时候 师父会从家里面打着灯 就是手提一个灯 在前面引路 然后到诗灯祭祖 把这个灯放在诗灯里面 摆祖以后再表演 所以我们后面这个命名 就叫全堂诗灯 与大多武师表演不同 这里的武师 由一人单手摇诗头完成 引起没有高空动作 也被称之为地诗 因为地诗 它是在地上打管 在地上表演的这种诗子 那个清草诗呢 清草诗它就不是在地上表演 它就是要这个桌子 在桌子面上表演 有的有两张桌子 有的有三张桌子夹起来 爷爷 老爷爷 他们都参加他们打过 傍晚才是全堂诗灯队员 集中排练的时间 白天工作 晚上训练 日复一日 若不是十分热爱 一般人很难坚持 今天晚上排练呢 还是按那个五分钟的排练 去按那个动作去排练 近期林文辉要组织排练的表演 是为了参加向建党一百周年 县里的文旅中国百成百亿活动 尽管大家熟悉常规表演 但这次要将原本编排的八分钟 改为五分钟 并且林文辉希望 能展现最传统的表演形式 所以内容还需要重新编排 时间也较为紧张 来祠堂训练的队员 大多都是湖爪平村的灵世村民 据记载 清康熙年间 村里人的祖辈 从广东潮州迁居到这里 成了当地的客家人 由于此地四周 由高山环绕 经常由老虎等野兽出没 这里便得名 湖爪平村 客家人来到一土他乡 客观条件造就了他们勤劳勇敢的性格 正是因为这些历史和地理的因素 当地人也更注重习练武术 我们基本上就五个兄弟 全部要学的 穿男是不穿女的 因为这个武术吧 是我们家的祖庄来的 清朝末的世界 请来的师父那是好贵的 那个世界这个 你看这个也是大山里面吧 家的生活条件比较差 父亲爷爷都从下来的 爷爷手上就这样说来的 根据我们这个灵感县史记载 清朝道光三年 也就是1824年 有一个造林的俗家弟子 叫卢仁昌师父 他是因为也是可能是逃难 就是在我们那个生上老林里面 就是以采草药 烧木炭为生 被我们称民发现了 他一个是 开始觉得他是个奇人 觉得他的功夫非常好 然后就请我们这个长辈 助长去请他 请到三次 两三次他都不肯出伤 送一些什么生活录用品 感动了他 然后他就同意 单一出来授徒 然后就是长寿了 十八万五一 就成了我们这个全党师父 19年 我弟弟到了少林寺 给他们对接了一下 那个师父最早的时候 是少林弟子那儿出家 拿出来的 由于全唐师登记忆来之不易 为了能将其传承下去 林文辉的爷爷 在战乱的年代 想尽办法 将祖传的全唐师登书籍 保留下来 五十字的总结江湖 五十字是放在台上 两手把那个师背前屏 右脚踩一个哨子 然后右脚跳过来 把腰带砸好 这是林文辉早年跟随爷爷 习武时的笔迹 注重文字整理 也是从祖辈就延续下来的习惯 这些书籍有些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 父亲交给林文辉 便一直由他来整理保存 像这个我们祖祖伯伯伯伯好不容易 把这个书籍把这个最基本藏整下来了 以前遗失好多 我们就要老爷爷了 这个书籍有将近有两百年的时间了 所以说我们要整理好 要保存好 像这个图案 对练的 要怎么打着对方 要对方怎么保守 怎么预防 他这里都有说明 这个奖章是1953年 我们全堂诗灯参加了 江西山民间第一届 民间艺术会员大会 得了这个优秀特兰奖 这个拍摊法要保留起来 要足足备备地传承下去 在全堂诗灯的传承中 每一代师傅 都要求弟子承诺 众武德 一成不逞雄打架 势强欺弱 并有有情有义者可传 无情无义之人莫传的组织 也正是因为这份浩然正习 全堂诗灯的弟子 在历史变革的进程中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27年10月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 进军景岗山 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童年12月 为适应景岗山武装斗争的需要 在景岗山龙江书院 创办了第一所军官学校 红军教导队 然后红军教导队里面 其中就有我们全堂诗灯的学院弟子 然后我们这些学院弟子又教这些红军 把这个功夫传授给他们 就是在什么反围角 在什么防御局保卫站里面 他们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如果说在战争时期 景岗山全堂诗灯中的武术 得到了充分施展的价值 那么在和平时代 它的发展也让传承者 面临舍于得的选择 因为我父亲的他对这个传承 他付出了很大的功夫 他本身是五几年就参加了工作 在粮食局工作 后来我爷爷一直要求他 学习长城下去 前过去的工作全是很非常的难 当时那个粮食局 粮食部门是一个好的单位 爷爷他说他年纪大了 再不回来以后就会失床了 后来我父亲他就再三考虑 他就从单位上辞职 我爷爷让他辞职了 心里很难受 回到家里 他就把所有这个潜套这个技术 就全部接下来了 他就又招生从他手上 又来传交给我们 我的爷爷的看法 也是比较正确的 当时他也牺牲了 儿子的安逸的工作 内心上有点顾忌不弃 林文辉的父亲知道 每一代传承人 都经历了放弃和付出 这也是对他的考验 但现实总会比想象中 更加艰难 到了上十岁已过 家里小孩多了 家里身份经济条件就差了 十几块钱一个月 付了几块钱一个月 缴不了一个大家子吧 才不是一样的 我们一家老小 那是父亲是吃到苦的 正因为曾经的放弃 让全塘士顿的传承 像融入父亲的血液一样 他更加笃定 一定要让自己的后辈 也继续传承下去 胡找平村年长一点的村民 几乎都会全塘士顿 林作明是胡找平村的 村党支部书记 小时候也跟随林文辉的父亲 学习全塘士顿 现在他已成为村里的前辈 对于曾经练武的经历 他仍然记忆游行 当时那个农村也没有电 晚上没什么活动 又年我们又还是小孩子 因为我们天天把被子 都帮到那个师父家里 就是刘云飞爸爸那里家里 那个米是自己带过去 晚上住到那里 白天也在那里吃饭 整整学了半年 他说要我们一定要练出来 五点钟起来吧 起来你就要奔个马步 小片也不能剪 你起来就站在那里别动 先练了练个一个小时来 再来就自由活动 晚上他以前是没有这个电 全部是那个没有灯 要到十点晚上 晚上十点 你们练到晚上十点 你们就睡觉 到冬天我们去长条裤子 度长衣服 五点钟起来去练武 也是练出一身号 也没有人 辛苦也要练 这个骨子在下 父亲不会因为亲情 而降低苛刻的要求 只有吃的苦中苦 才能得到真传 不怕苦的精神 已融入客家人的精骨 影响着这片土地上的子孙后 对我们下午后的肩子